我们刚才谈就是这个礼拜 北俭面临一个抉择 你到底要严压还是要起诉 因为你现在两个月时间到了 你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跟你说现在北俭起诉的几率 非常的高 虽然柯文哲现在要政治解决 甚至他在去看他父亲的时候 还传出来说 他跟民进党有不共戴天之手 跟你说潮水总会退去了 潮水退去之后 柯文哲有没有穿裤子就非常明显 因为现在我不是只有搬你政治现金开 我把你所有的钱 全部利益漏漏看了以后 最简单的是柯文哲现在有两亿多的钱 你讲不清楚 我光是把这两亿多的钱 怎么进来跑不出去 不见了 你柯文哲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宝贤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是北俭的要不要起诉柯文哲 或是严压柯文哲 非常关键的一周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民众党在做什么事 他在做政治的对抗 反正事实不重要 我要做政治的对抗 做政治对决 怎么对决 保险 那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他周末的时候去看他爸爸 他爸爸不是已经病危了吗 然后去加务病房里面 现在传出来什么 传出来他上课 然后听了父亲的这个诊断报告之后 流泪 然后流泪之后 抱怨什么 抱怨说他现在被积压的处境 还有对民众党 民进党的不满 认为自己遭到绿营的陷害 现在有了不共戴天之仇 跟绿营不共戴天 甚至他最后还放弃了 这个签了之后 放弃急救的通义书 哇 看起来的话 整个家破人亡的感觉 然后我跟绿营有不共戴天之仇 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 这是一个政治对决 然后这个所谓 这个黄国昌在外面说什么 他说我们挺柯文哲 一步都不让 然后柯文哲个人的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讲的就是哇 我要跟你对决 柯文哲个人的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对 好 讲的非常强对不对 可是宝贤 事实是这样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这样 你看他们造势的场合 人都稀稀落落嘛 不是你讲的那么强硬 哇 我这个 这个个人清白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显然去认同你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对 并不多啊 你说门前冷落车马戚 对啊 网路上看的人也不多啊 为什么 因为宝贤 今天又爆出一个最新的嘛 他们连这个员工的薪水 都可以假报嘛 都灌水 灌水嘛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说 你跟民进党什么 不公戴天之仇呢 而且现在大家本来担心说 你这个礼拜 你不管是要延压 这个礼拜你不管是要起诉 对 你起诉的东西到底够不够 你如果要起诉的话 那个USB不是讲说那个USB的金钥匙 或者是那个提示词 对 柯文哲完全不招供吗 如果你今天不能把那个金钥匙 不能把那个加密货币 可以解开的话 那你有足够的资料来起诉柯文哲吗 但时中你说不用担心 是 因为目前的资料 柯文哲居然就有两亿的钱 对 你根本就来路不明 而且两亿还是我们最简单的资料 对 如果你现在看到一个新的资料 柯文哲居然有很多的建商 在蓝白盒的时候就要给柯文哲钱 那再加一亿多 柯文哲现在剩上的钱至少有三亿 对 有三亿交代不清楚 宝杰因为检调不能透露太多的讯息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 南美又觉得 怎么好像办不下去 这个的确我们现在讲到那么多的问题 好像没有一个直接证据 但是宝杰 我们就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数据来说 柯文哲我只能够用四个字来说 他的罪行是庆祝难输 庆祝难输 为什么这样说 你说现在已经够了 够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光是木可 他们就洗了四千万 然后木可呢 现在到停业了没有 没有 大家不知道 大家完全不知道 今天还有 对 还有嘛 所以你看木可这件事情 就是一笔滥账 再来呢 你要食乐求真 这么多报价账 这么多报价账 这些都还没有给你追究 另外什么 那就两千七百万了 你的基金会 然后你的新台湾智库 也是在里面报价账 光重量就两千万了 那你更不用讲 今天的这个党工党人头 福报新智这些问题 光是这些金额 你的这个政治现金里面 就是一笔滥账 这么多的滥账 然后你从四月到目前为止 都做不清楚 现在里面问题这么多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检调都还没有给你算 那你更不用讲 金华城的210万 这是确定板上钉钉 已经有的嘛 那其他还有什么 冷钱包没有问题 你只要已经确定 里面是冷钱包 假设这个省基金 愿意讲话 那完全就突破 所以目前为止的证据 其实是足够的 那你更不用讲 还有其他 所以你第一说 虽然现在很多人 把目光放在冷钱包 好像如果这个冷钱包 不能解开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能冰购 这个不能冰购的话 柯文哲就可以逍遥法外 跟你说冷钱包 不会是中间 其中的一个金流 你如果说 今天把冷钱包来讲 你的木可的四千万 你的中王基金会的两千万 等你要食乐求证 这些灌水的两千七百万 再加上 你整个竞选经费里面 那些不当的支出 你说好不当的加钱 你现在算就已经有两亿 两亿之后 现在又传出来消息之后 原来在台湾有很多的建商 希望蓝白河 就在那个时间里面 光是给柯文哲的 就一亿多了 姐 我们想事实上还有USB USB里面不是在约谈的林志郎 约谈的林命群 陈英柱等等 这些钱都没有算在这里面 这里面也是 另外还有什么 最近这个报导是什么 在当初要选举的时候 有蓝白河 挺蓝白河的这个北部建商 很多人集资 集资听说有快要一亿 然后请柯文哲来吃饭 然后准备把这个钱捐给他 可是保险你知道 柯文哲他说 一到现场就猛吃 然后也不跟柯文 资车者聊天交际 姿态很高 吃完就走 领完钱就走了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保险简单的说 因为金额高达商议 表示柯文哲这种团 非常多嘛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觉得柯文哲很高傲 柯文哲不屑跟这些 建商的来往 所以你要搞个饭局 我就来了 来了以后我就吃饭 吃完饭我就走了 我不跟你们打交道 代表我非常干净 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你说这个的重点在于 这个上亿的资金 看不在他的眼里面 如果你真的那么清白 你真的那么干净 你真的不喜欢 跟财团来往的话 那你为什么 跟沈庆金 你为什么 跟星光 如交自清 对啊 跟沈庆金去招待所 那么多次 对啊 那你意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些钱 我看不在 上亿不在严厉 拜托 你好不好 我这个 金华城这个案子 至少有好几亿以上 对 更多嘛 所以我才跟你讲 你这么多人 这么一亿 我一个人就 几亿 几十亿 对啊 沈庆金 你看我帮他搞那个 好几百亿的 他又要给我多少钱 虽然你讲 事实上我们没有错 我们目前为止 没办法看到金流真正 一刀斃命 让柯文哲能够 完全就是死路一条的 但问题是 从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所有人 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 是非常清楚的 他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罪证 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再给剪掉一点时间 我相信是一定办得出来 我们刚开始 看到民众党 他现在这个 政治兴趣扶爆的时候 你才觉得 那是一个人的问题 那是一个便宜之际的问题 可是你看到今天 居然连员工的薪水 都可以扶爆 而且有非常多员工薪水 直接被扶爆 一个人十万块以上 你说 那就不是个人行为了 那是一个集体行为 现在民众党 没有一笔账是干净的 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而且你说 账会做成这个样子 一定是所有人 共同上下其咒 没错 所有人 能捞就捞 能贪就贪 大家都没想到 在这个整个党 进入了一个贪婪的 疯狂状况的时候 整个账 竟然做到后面 无可收拾 目前为止的民众党 可以说是 一笔烂账 而且现在烂账是 完全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 而且现在看起来的话 是大家都在做假账 大家都有账 你上面A 下面也想A 我有样学样 没样我自己想 反正等会都A了 大家都A 我怎么这样讲 不是以前我们在讲说 以前清朝末年 或是明清的时候 中国人最恶劣的习惯是 经过我的地方 我就要抽一份 经过我的地方 我就要抽一个水 你说现在 民众党就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样 现在最新爆出来说 保洁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讲 对啦 你的政治现金爆假 让大家算了 那是柯文哲自己的想法 他可能里面有很多怪 可是问题是 你仔细看政治现金里面 不是耶 这个影片也灌水 便当也灌水 然后包括说 很多东西都灌水 连广播什么都灌水 但想说只有 装潢更多是灌水 难道只有柯文哲吗 好像其他人 也有这个牵涉在这里面 然后木口公关 里面也是非常多钱 那边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然后后来 今天又爆出一个 员工福报薪水 跟奖金这件事情 保洁 有更多人被牵涉在这里面 很多都是你民众党的 党工高职人员 比如说 陈志湾就在这里面 陈志湾之前 他就知道这件事 但是他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说过 他到今天才说 对啦 我的这个的确是有被 扶爆的这个状况 好大家讲 这十万块钱 对 有没有进到陈志湾的口袋里面 如果他有进到陈志湾口袋里面 就代表 我帮你买收了 你这是你的征口费 那其他人 不就是冤大头吗 那如果你陈志湾从头到尾 都没有这十万元 那你知不知道这笔账 那如果你知道 他只有这笔账 你还是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你是不是 陪着民众党 共同在做账 如果是陪着共同在做账的话 那有没有背信的问题 那有没有贪赌的问题 那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保险这些问题都会有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今天会爆出来 是人家跟这个林冠连爆料说 我们有冠这个有这个薪水 可是我根本没有拿到 没有领啊 而且保险你知道 他说他们已经跟陈志湾反应过了 陈志湾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他知道 他知道 他没办法处理这件事 那因为没办法了 他每天议政也是在骂人 搞了这些狗屁刀招 对 他知道这件事 结果没想到那没办法 没有人可以发生 林冠连就爆料 爆料出来之后 四叉猫就去整理 整理出来 不是因为林冠连一开始说 只有几个 就没有现在 现在一连串你看 所有整理出来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然后短报多少 短报的一共 340万之多 所以不是林冠连一开始 所有人几个人 因为只有吹哨子 现在不是只有吹哨子 现在一连串 大家都有 而且你看 陈志湾在这里面就有 然后何爱婷 李婉轩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木可共关的人员 所以里面很多人 都有这个状况 然后里面 好 因为已经跟陈志湾反应 那陈志湾没有任何回应 那我们就怀疑说 他是不是有领到这个薪水 很多人没有领到跟他反应 那我领到了 那不是跟你要公司一样吧 你要公司当时也觉得 你怎么会拿我的钱 去报了916万 我已经打掉给黄山山 我打给所有人 没有人敢管 要不然就是 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陈志湾可以管的 要不然就是 你陈志湾根本就是其中一份 抱歉 你要实际来说 他们有一个名嘴可以爆料 这些党工 他们老早就知道这件事 一直跟陈志湾反应 陈志湾都没有回应 受不了 他只好跟林冠连讲 拜托你帮我们发发声 他才发声出来 不然这件事完全被掩盖 那你知道 这个陈志湾说什么 没有啦 我们的确有被扶爆 可是我们有短报啊 我们有扶爆有短报啊 那不是更可怕吗 你可以多报又可以少报 你这个账怎么做的 不是 我觉得他们讲这种恶心的 乱七八糟的事情 要是我们讲 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都觉得非常羞愧 我觉得民众党最让我佩服是 不管再怎么讲 恶心的 唬烂的 烂霸的烂事 他都可以一正言辞 没有任何羞愧 福报已经很夸张 他还说我们没有福报 我们还有短报 讲起来好像 我们不是只有福报 我们还有短报 我什么烂事都有 这不烂的 没有一比赞是完全对得起来 大家完全乱七八糟 所以你看 从大选的账 木可公关的账 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人事非常的账 没有一个比赞是完全正确的 大家都乱七八糟 搞来搞去 为什么 因为大家完全都没有人搞得清楚 那政治诚政来说什么 我们要跟这个端木正来联系 但是现在没法联络上他 废话 你还有脸讲端木正 端木正现在是你们的替罪羔 你们把所有的责任丢丢给端木正 看起来端木正在你们的利益是最少的 你告诉我说 你现在还要打电话给端木正 宝杰他们还告端木正 端木正在理你们干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你看 黄珊珊好像也跟他没事 那当然李文中目前被收押 不过好像你看他也是 也是当事人之一嘛 陈之翰也是 那包括说看柯文哲 所以我来说 目前整个民众党 上上下下来说话 真的大家完全一团乱 反正你柯文哲 我也看在眼里 我真的我也A一点 大家都A来A去 反正大家一起A 才会到总今天的 这个短报 福报 或是假账 他目前为止还没办法洗干净的一个 他好说 你说 你看过很多的假账 你从来很少看到这种人头的刑资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一看就出来了 你怎么敢做 你怎么会做 你说 这一定是想知道 民众党也走投无路了 这已经代表那个账 已经完全兜不起来了 兜不起来以后 我等于昏心不济 对 什么我都敢做了 是宝杰因为很简单嘛 126 可能日后报的嘛 因为已经这个 大家都把钱拿走 你钱拿走的时候 那么多短缺金的没办法填进去 那怎么办 就只好用这个员工来说 保险你知道 实际上这个为什么可恶吗 第一个你知道 很少人会真的把这个 这个多出来费用 贯到员工的身上 因为员工他日后 他明年他要缴税 他报税 他可能会影响他的税责 那如果好 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没想到我有这笔收入 我没有申报 保险这个都会有相关的问题 所以没有人敢这样报 之前同中白 不是这类似的状况吗 今天透过同中白 然后我就弄了一笔 30万到了民众党 如果他都不知道 他就直接牵扯在这里面 这有洗钱 这有行贿 这有很多的刑责 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民众党里面 全部都是假账 你这个东西讲 你会有背信 你有掏空 你有各种可能的刑事 甚至你有可能伪造而出 所以我今天帮你打国 我帮你做事 我帮你打江山 结果我身上 还有可能背上一堆罪名 保险这就是林冠点说 为什么他说他们很可怜 吓死了 而且他们还不敢讲 因为他们有些人 现在还在里面工作 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讲 保险他们可能有伪造文书 还有背信这么多罪 而且他们很多都是 很年轻的工作同仁 很年轻的工作同仁 他们原本也把希望 寄到民众党上面 他们过去 可能也真的愿意为你打拼 你要加班 你要怎样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不能够 扶爆薪水 然后我要承认这个税 如果我没有拿到钱的话 那真的是完全 非常夸张一件事 你如果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缴税 搞不好还是最小的事情 我会不会有刑事责任 保险这就是口口声声 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然后希望争取最多年轻人 支持他的 可是他从头到尾 都在出卖 都在背叛他这些 最可贵的员工 所以 科文哲在这次里面刚刚讲 你明明就是利用这次 总统大选 你要来洗钱 洗钱的过程里面 你还把他去割小草 割完小草 你还去压榨你的员工 而且保险 事上这件事情 很早就爆发了 我们把 四月多的时候 不是监察人就知道 其实他们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办法处理 然后八月初开始 你要跟值得爆出来 一连串爆爆爆 爆到现在为止 保险 从八月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要说什么 从四月 人家坚察人就跟你讲 到现在为止 你账都还没办法处理好 然后从八月 都几个月了 然后你八月 都还成立一个 这个善后小组 到目前为止 善后小组 善后的越来越夸张 保险这也难怪了 为什么我们上天 要不是爆料 就是民众党有人去偷 民众党自己本身的 这个摄影器材吗 他一定也是受不了 我 你不给我报假 我的薪水没有下来啊 那怎么办呢 我都找去偷 说明讲 这整个党上上下下 真的完全已经腐烂掉了 就是上面柯文哲 当然是带头 带坏大家 然后你看 怎么苛刻下属 下属就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待你 不是 我看到民众党这个状况 我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满清末年 满清末年当时 子继承一天到晚放火 为什么放火 太监放火 太监为什么放火 太监故意放火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偷出来 什么你现在看到 翠鱼白菜了 你现在看到所有东西 我都从里面把它偷在 偷在以后 就卖到了北京外面的流利上 我把它当谷物去卖 你不觉得这个一样吗 大难来了 到处失货 到处偷东西 抱歉 可是黄国昌说什么 柯文哲的个人清白 是我们台湾人民的未来 哇 听了都完全傻眼 这就是我们 我们要的东西吗 上上下下 报假上 报成这个样子 然后金额 短圈成这个样子 就跟你说 我们一步都不让 我挺刻一步让 柯文哲个人的清白 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请问 他怎么有你讲这种话 请问这个真的是 我们台湾人民的未来 你要这样的未来吗 我打死都不想要 不是 你直接就讲了 为什么民众党 他这个账官军对不起来 你是第一个讲 他居然是透过这一次 总统大选的过程 利用这个机会 我来洗钱 所以我才可能说 我把选举账户才刚刚打开 不到了八天的时间 我居然可以整个 上冲到一亿多元 另外就是 因为我这个钱来得太快 来得太多了 我又想把这个钱 洗到我自己的口袋 所以我就要拼命洗钱 而在拼命洗钱过程里面 你说绝对不是只有 柯文哲在洗 不是李文聪在洗 大家有样学样 看到你可以这样玩 我就跟着这样玩 就洗到后来 不可收拾了 因为太多了嘛 18万笔 然后一定要有大量支出 他没有大量支出 那个发票进来 所以这个 他创造了一个美丽的机会 让陈志涵跟徐甫 跟这些李文聪 这些包黄珊珊 趁机在乱 在这个作乱当中 撈一把 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 也不知道天下大乱 就是民众党今天 就是这里面 就是物欲横流 物欲横流 是从心已经烂掉了 柯文哲的心已经腐败了 他腐败到 有很多很多行为不合理 我讲的最大天然 觉得不怎么样的事情 我认为非常怎么样 他只会去一个人 去捡六千块钱的 理髮六千块钱的头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不是跟年占 当年的五百块的便当 一模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怎么会有一个人 去捡六千块的头发 你讲给大家听 而且你觉得毫无愧色 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件事情 我听说 这是听说 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媒体朋友 跟我讲说 今天包括我们赖赏 赖赏看他整个行为里面 最不能忍受 你知道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居然用这个 这个物可公关公司 去收他的肖像权四百万 四百五十万 肖像权四百万 肖像权四百万 为什么我特别讲 赖青德赖赏的 这个 非常感受很强烈的 是这个四百万这个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绝对没有乱讲话 为什么 不可思议嘛 因为这四百万是谁给你的 谁给的 是小草的 小草一块一块这样累积起来的钱嘛 你居然敢给你的小草要钱 割小草 割小草 把小草当韭菜割 这个整件事情的第一个反应 我们的赖总统反应说 如果这种事情 他把他支持者给他那种心得的钱 他还吃饱了 放自己口袋 所以说只要有选举过的人 只要有点政治经验的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是 怎么会有这种的决心跟勇气 干这种坏事 我们要干坏事 那个心要黑哦 要黑到底才干得出来 真的假的 对不对 你刘宝洁照顾吴子佳 结果我反过来就捅你一刀 这个就没有道理的事情 就他干得出来 对 所以表示他的心黑的程度 无以赴 造成你不可想象 有什么可怕吗 这个就是我认为 是不是他自己讲过生死学 他自己讲过台大医学院教授 他看淡生死 所以看淡生死以后 所以他也看淡人间的善恶 在他的眼中 人只有恶没有善这个东西 没有善没有恶 没有人性的问题 他就是把小草当 所以当他的行为开始出现 把小草当韭菜的时候 旁边是一批什么样的人 对 我跟你讲很简单 古话讲的进朱者赐进末者黑 还有与人交往 与气相应 我跟你要交往知道什么 我们这个气息要相通 结果你是个烂货 你是个黑心的 一个黑心的医生 你是一个毫无道德感的 柯文哲的时候 对 谁会靠近他 没有道德感的人 都是没有道德感的小偷嘛 所以这蛇鼠一窝 然后就是心要黑到相当的程度 才能够参加他的核心 可是我觉得我也算够坏的 我也不是那么有道德在 可是我想说 我先到那个团体里面 看他这样搞 我一定赶快跑掉 我们这样讲 今天还敢站在那里面 今天还讲说 你连员工都要砍 不是 那是犯罪 问题是对象是谁 对象是支持你的人 对 是对你好的人 是尊敬你的人 你利用别人对你的尊敬 跟对你的好感 跟对你的热情 对台湾的爱 你这时候狠狠地砍 狠狠地砍这些人 所以这种获射 然后居然他们的党 今天还以他为荣 对 为什么以他为荣 这个事情是说很奇怪 而且说 我现在挺科一步不绕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很简单 所以这不是 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嘛 所以他们是 我刚刚讲的嘛 一丘之和嘛 舍主一窝 好 所以书伟 接这个账 任何选过去 人都绝不可 这一次我今天如果把这些 我的幕僚 我现在的干部 我帮你灌水 一个人加了十几万 总共有三百四十万 最简单的 你那个账怎么抽 你那个账怎么贫 而且你怎么这么赶 这一些人 其实就是靠这一份薪水 跟他的热情 在为你服务的人 你怎么好意思 你收支不平衡的时候 你居然把他灌到里面去 那那些钱 到底跑到哪里去 你怎么敢做得下去 而且如果里面有一个人不开心 出来指控你的时候 对 你怎么敢啊 你的政治代价有多大 你为了四万块 五万块 然后你是一个选总统的人 你居然去吃这样子的人的豆腐 你居然去吃你的员工的豆腐 浮爆他薪水 你怎么好意思 你怎么做得出来 不是在这里发现 他完全没有底线 他昏心不济 他什么都敢吃 所以刚刚吴董说得很好啊 柯文哲是把厚黑学完全落实的人 你想想看这件事情 就如刚刚宝洁跟你说 我也很坏 但我都做不出来 因为每一个人总是有那个道德的底线 可是柯文哲已经突破了那个道德底线 他的心的黑度 跟他脸皮的厚度 是你无法想象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有够黑 你才敢把这么多的员工的薪水 浮爆成这样子的程度耶 你知道之前这个事情 我大约是两个礼拜前知道的 两个礼拜前知道的时候是有一个记者 因为有员工跟他爆料 他在查证这件事情 所以员工早就在爆料了 是 他跟我说 议员 你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 监察院民众党有没有去报更正 因为有员工跟他爆料说 一月份的三笔薪水里面 他有一笔就是没有收到 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了解一下 从七月份他们的政治现金 被爆出来之后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更正这个项目 我说我无法从监察院那边去得知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个同仁紧不紧张 同仁很紧张 同仁怎么知道的 就是因为民众党的政治现金 爆的一团乱 所以他发现说 那我会不会也被服到了 他才把自己的名字输入进去 发现自己在1月26号 居然被爆了两笔 但其中有一笔 他没有收到 他根本没有收到 然后他就开始去问他的同事们 同事们一问下来说 大家都没有收到 那柯文哲为什么敢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钱跑到哪里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从七月到现在 民众党的应变小组 到底处理了什么事情 没有喔 他们处理了99块跟98块 开了记者会处理这件事情 但对于同仁被服报 薪资这件事情 他们毫无作为 而且从四叉猫的那个整理的那个表 第一个人是谁啊 第一个人就是陈志涵耶 陈志涵一月就领了四十几万耶 那陈志涵在处理开记者会的时候 处理政治现金风波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一定知道嘛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领到这个钱 你如果有领到这个钱 那就是你的风口费 如果你没有领到这笔钱 你不就是配合他坐假上吗 如果你有领到 那其他同仁更冤了 为什么我没有领到 是不是你陈志涵知道 所有人都被服报 但我收到钱所以我就闭嘴 如果你知道你没有拿到钱 你是不是为了你跟你先生 能够继续留在民众党工作 而不敢发言 对不对 那你的正义在哪里 你每天在骂别人 那你自己的正义在哪里 你自己被服报薪资 你看到你自己的同事被服报薪资 你连话都不敢讲吗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可恶 所以你知道有谁还被冠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人 是普遍的时候 他在一月份有收到三笔的人 你知道有人只有收到这一笔 1月26号这一笔 有谁 有戴于文 有周渝修 周渝修都有 是 戴于文之前不是大家都讲说 你明明在中望啊 那你怎么在政治现金专户里面也有 你知道他只有一笔 就是1月26号7万块 所以他是不是也被冠 对 有可能 周渝修也是 还有另外一个人更令人压抑的是谁 是橘子 橘子这一笔 对 徐子余也有在1月26号被爆了5万5千块 但在其他的政治现金 前一年度的政治现金里面 他都没有薪资 所以是不是柯文哲身边这一些人 因为政治现金收支落差很大 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些员工在我身边的人 如果你要为我继续服务下去 你被我灌薪水 灌支出 刚刚好 好 所以宇雪 我再没想到说 你去割外面的小草 你连自己的员工都要割 然后你还可以灌水 他不讲吗 现在如果这样看起来 民众党真的没有一个账是干净的 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而且你说 现在这个账做得这么乱七八糟 完全是为了 把这个钱 顺顺利利的送到柯文哲的口袋里 我要更正你跟刚才冲哥的讲法 你们一直在讲一笔烂账 错了 柯文哲账清清楚楚就分两笔 其中一笔 他当然很清楚 他清楚得很好 他是什么 精明干练欢欢相扣 都不论继续迷 这怎么讲 咱们法官讲的为什么 第一个来 左边这笔账目 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全部都是 政治先进专账目所发放的资水 对吧 左边这个是有没有到 员工口袋里面 有 所以你看 子子细细 零头都有 劳务报酬 那我请问一下 宝雪哥 这些钱是谁支出的 当然是小草嘛 他把小草搁进来 小草的捐款跟募款 拿来去支付给这个账目 对嘛 那请问一下 这边中间这个 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说 这些员工根本没收到的钱 没有收到 而且是在最后面 1月26号没有收到 对 而且是在最后面干嘛 突然间报进来了 宝德哥 你有没有仔细到处一个现象 整数 整数什么不对吗 当然不对啊 因为你有劳健保的话 这不可能是整数嘛 所以你说 我就在这奖金 或者任何东西来讲 你的前面怎么会是 38507 后面就是4万 4万你不要劳健保 你不用扣税吗 随便乱报 各位我随便举个例子 来你仔细看哦 比如说这个黄叉叉 对不对 他说我领4万块 他的原本薪水是38474 结果另外一个38487的 对不对 他突然说 我领3万5 这什么逻辑啊 我突然间 一样的薪水 你下一个月领比我多 我下一个月领比你少 现在还有更夸张的 所以在乱报 所以他不是在报仗 他在甜甜看 对 前面左边的这个 跟小草木道的钱 当然是拿来发薪水 反正你们木道的 你们自己去处理 但中间这笔钱 这个明显的 我们讲的是灌水的 没收到的 是洗钱的 请问一下这是谁的钱 柯文哲的钱 柯文哲的钱嘛 所以各位 民众的账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真的自然而来的捐款进来 另外一种是什么 柯文哲的捐款 柯文哲自己把自己一些乱七八糟 我们有讲过什么 1.2亿灌进去 都在头尾加起来 莫名其妙的两亿元 请问一下那个自然吗 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只有一个概念嘛 我的钱 你们绝对一毛都别想拿 所以保险哥 这解释一件事情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最后的账户 竟然有2723万X2 对 这代表柯文哲是什么 新冠而已贪败的 我的钱你们八就是要拿回来 我才管你什么发票 我就算知道 你这个账对不上 我就算知道你有 这个所谓的2700万的这个差额 而且这个差额 你根本算都不用算啊 你直接送到了监察院 不用一笔一笔看 我看你最后的数字 就知道不对了 那为什么知道不对 你还敢送 因为柯文哲已经把那个钱 先放在口袋里了 保险哥很急 真的太急了 你知道为什么急吗 他一定是我们讲汇进去做的 大量钱 我先把我自己的钱 洗干净拿出来之后 我再来想迷目 但最后的关头想不出来 所以你要 食乐装潢费乱七八糟 包括我们讲的蜂蜜九万八 包括我们讲的什么胖卡 不用买的 又比租的还贵 他都干得出来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他一定要想尽办法 赶快把我的钱掏回来 但柯文哲你一定问 那最后一项这个东西就怪了 这项叫什么 这项叫做奖金 我请问一下 柯文哲曾几何时 会体恤劳工 会对劳工好了 不对耶 他以前说什么 你那个纸账 不要浪费 我跟你讲 硬表机 两个办公室用一台就好了 硬幕都用同一个 柯克道不行 柯正蒙语 他是罪口罪口的老板 他什么时候大发佛心 我请问一下选举有选赢吗 没有啊选输啊 那为什么要这笔小金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拿了 你是我的共犯结构 我自己洗了 这是我的钱 那我们一起干外事 我要给你一笔封口费 我就用这个奖金 反正你们大家都有拿到封口费 所以各位很高等吗 整个柯文哲的总统大选竞选专务 根本不是你想的 柯文哲就是诈骗集团收脑 整个民众党就是柯柯圆区的翻版 叫抠抠圆区 而这些人有的是车手 有的是嘴房 但通通都是共犯 这小别 这仗可以做成这个样子的 太可怕 我跟你讲 柯文哲从娘胎出来就是党狼的 要党更多 过来就党了 党狼哥啦 为了要党更多狼 就搞一个民众党 就一起洗钱 我在8月12号我去告 我告柯文哲端木正 然后这个陈佩琪 然后李文忠的兄妹 告什么 我告贪污 然后这个政治现金法 以及伪造文书 洗钱 此公务员都载不实 伪造文书等等 我跟你讲 我忘了告什么 黄珊珊 我明天想去告他 你要告什么 我问你 今天做假账 然后柯文哲本人是违反现金法 没有多重 经手的人从会计到总干事 那个是伪造文书 这条罪是比柯文哲还重 这是伪造文书 对啊 律师都讲得很清楚 我明天真的想去告他 然后第二个 你说这中间有经手的 你有签章的 都有伪造文书的协议 是 还意图使监察院的公务员 登载不实 就是第二条罪 对不对 好 那我考虑我要去告他 我觉得黄珊珊 逍遥法外 我是超不爽在节目上 我觉得不太开心 拿后来 什么时候开始有破口 你知道吗 你要的916万 916万 那康仁俊是戴力林的好朋友 对 他就找哪个议员 那康仁俊说 我找一个最有正义感的 钟小平 他要打电话给我 我讲了一个小时 把所有都弄清楚 后来开记者会等等 今天 黄珊珊真的是 真是无情 戴力林是他姐妹涛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害人家 916万 戴力林毫不知情 他收到 收到 我怎么没有这个钱啊 没有这个钱嘛 我外面的人给你灌税 我里面的人给你灌税 我到处灌 我水烟齐军啊 他说我怎么办 然后戴力林还被传到北极组去 吓死了 戴力林 你想到一个女孩子 到北极组 双脚发软 我说来 我陪你去啦 你不会到北极组 我说你一定在那个台北 台北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调查局 调查处 处长 我也熟 我说我进去也不行 我可以载到门口 走后门 可以躲一下媒体 怕嘛 怕媒体拍 结果我还载他 打不通电话 到北极组去了 让他更凶的单位 好 然后呢 他哦 他一定要讨个公道 他也觉得黄山真很不够意思 怎么这样搞 那时候因为新闻一出来 就整个爆发了 两个爆发点 一个是这个 916万 一个是你要记者 今年4月4号 谁开记者会痛批 那个840 郝龙斌 我3925 我手成这么好 你们现在840 从这两个新闻都爆开 造成今天客户的处境 他钱 他根本是流刺网 加毒鱼 炸鱼 电鱼 什么钱都要 这个人超夸张的 对 好 我跟你讲 我随便讲 我们讲个大概 你认为他这次 他是不是收入4万爆 对吧 4亿 4亿 他有没有可能收入10亿 连那个省金星 给他看过的张钱 轻易的超过10亿吧 那请问你 有这么多吗 是嘛 就什么难 看房子 看五六间 要不要钱 重点是 他爆4亿 装潢 几千万爆 几百万爆几千万 每一个都灌随了 求真 民调 我也告了 等等 他有没有花到1亿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花这么少 我认为就花1亿 连什么广播啊 什么500万 那都是 他尽量灌随 好 今天不管来的钱 是什么钱 是小草的钱 还是省金星 贪污的钱 他太多钱 急爆不掉 你知道吗 他只能这样干嘛 你看哦 第一个 今天 他钱太多 不知道该怎么爆 太多了嘛 今天那个七个人 是不是210万 对 他从可以用人脉 最大的钱 交情越好 然后用那个大的钱 第二个 请问他们捐了 99999 对 捐了三十几笔 三千多万 这第二笔钱 第三笔钱 实在爆不掉 找不到那么人头来 这笔钱啊 对 员工不知情 我也爆300多万 340万 更厉害的 爆掉一亿多什么钱 你知道吗 9999 找不到人头了 用无名试爆掉 不用身份证 4号 这有一亿多 一亿多 加起来 这样光人头 这样搞掉几亿 你到底有多少钱 真的去解答官查清楚 欢迎去跟班杰奇克 雨萱 我们昨天都跌破眼睛了 本来在高院的时候 诸亚护已经发为根神了 诸亚护之前本来说 你为什么要积家 是因为 你的家人在海外 你自己在海外也有制裁 所以你在海外 有生活的能力 你有逃亡的能力 所以我要把你积家既件 可是昨天说 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 说你这只是个轻罪 既然积家条件里面 你要是重罪 你有逃亡之余 我才把你收押境界 那昨天到了帝院 不对喔 帝院就直接的收押 帝院直接收押 也是说你不是重罪 也说你没有逃亡之余 那没有逃亡之余 又不是重罪 你干嘛积家 原来关键在于说 诸亚护坦承行货的金额 跟范围 跟他现在北检提出的卷证 跟其他的资料 还有你其他共犯证证人的陈述 没有对不上 你对不上了以后 还有一些疑虑 所以你书亚护要留下来 把这些东西给兜上 那我想说 那你怎么会跟上次不一样呢 你说关键在哪里 关键原来对书亚护来讲 办案是浮动的 办案是现在进行事 他的情势 他的资料是一直在增加当中 现在增加了USB 增加USB真的太好笑了 因为阿伯 竟然什么都寄进去 一百万你也给人家寄 两百万也寄 一千万也寄 一千五百万也寄 代表什么 你捐低不弃 也代表说你大钱小钱都要 如果你大钱小钱都要 你刚好给了检调单位 最好的暗图索记的资料 本来说昨天主要无论被积压 只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他再度被积压 因为他没有想到 柯文哲竟然是 有毛吃个脏水 没有毛吃个青腿 吃东西 什么都要吃 该帮帮助 什么都不放过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最可恶的是 你跟人家拿钱就算了 因为理论上来讲 会记账的钱是什么钱 大钱 但柯文哲不是 他手边呢 这个USB 结果被剪掉挖上来发现 噢不对 以前有个东西叫百官行事 他这个不是 他这叫百商行事 没有看过这种人 把每一个捐给他的 清清楚楚都在里面 结果牵扯到谁 看到谁 就是我们的嘉义文人 曾经住啊 因为对我们他们祖堂来说 拜托300万算什么 那拿50块 小孩 来乘质啦 买粮的 买粮吃东西 吃东西 受什么 那是他拿来打发 打发这个科匹的 对嘛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懂 为什么曾经住这个真的是打发 过去曾友好 你知道要见 这个陈衰扁的时候 他是什么规格吗 陈衰扁他把他找来说 我去你我的民生东的时候 豪宅 结果还有谁 沈大佬当引荐人 结果不好意思 六次 保际哥你知道他为了要见他六次 陈衰扁花了多少钱吗 2000万耶 人家2000万 陈衰扁连记都没有记 结果你柯文哲 人家是打发你的300万 你把人家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不只这样 里面这个百商行事 什么150万啊 100万啊 乱七八糟的 50啊 500啊 600 各位啊 对于这些大老板来讲 人家身价一来一去 我们昨天说那个叫什么 上造大佬团耶 那整个所有大佬加起来 资产上造 结果你给人家记这个小条小条 记一大堆 甚至无辞到什么程度 柯文哲明明自己 辣地满满满 对了 自己一堆钱一来一去说 我跟你讲 我不用装穹啦 一元的豪宅我买得起 结果跟人家要说 欸 可是我政党喔 那个 那个主席的 那个我们讲 责任额 我不想付啦 欸找一下看 有没有人要帮我付 你这个都要 对嘛 叫人家去把他找一盘 他什么钱都要 对 然后搞那个谢明珠 被赶出办公室的谢明珠 还要在那边 厚着脸皮说 我们主席说 那个你看你能不能愿意 捐我们这150万吗 不负责任 你就知道 柯文哲大的钱 精华成700亿贪污所得 搞不好 收费所得 搞不好几十亿 他也要 小的钱 理论上讲 你很有钱啦 没有没有没有 50万100万 我也通通要 大钱小钱都要 我全部都要 我只要是钱我都要 而且我会把你记得 清清楚楚 所以你知道 柯文哲为什么 现在整个人格毁灭 就在于这边 因为你如果是贪就算了 后来发现 你不是贪 你是什么 你是去吃心 放在嘴 整个心里面 只要看到有人有钱 就要跟人家乞讨 然后呢 问题是嘴上 又要逞能 把自己装得像皇帝一样 好的 刚才讲的 这个USB就是 柯文哲刚好 有个记账的习惯 他把所有的钱都记在里面 而且他难堪在于说 他什么钱都要 一般来讲 你到了这个坎本的时候 没有人再跟要这种小钱的 而且说真的 你自己的所谓的 这个责任额 你自己能够那么多的钱 你就付掉就算了 你真的要募款 你依你的募款 大家会若一不绝的 媒体弱势的在给钱 你根本不用担心 他小气在哪 他就是小气 是铁公斤 一毛不拔 钱只要进到我的口袋 你要他再出去 门都没有 我没有想到柯文哲是这种人 关于我们讲 柯文哲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干嘛 整个立法委员 请问一下宝德哥 他有没有分一毛半毛给他们 没有 完全没有 你看那时候大干部就说 不对 民众长中央 完全都没有给我们钱 没有给我们任何资源 为什么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那都是我的钱 拜托 先取募款专务 总统政治现金专务 民众党专务 这一堆钱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柯文哲 自己为了要把它洗干净 灌进去了 所以一毛都不给 甚至就连 我们讲的面子费 有成杀最少的 他说没有 你要爱哦 大家来买哦 宝德哥你知道他更了不起是什么吗 他还想赚钱 他还说 我要卖比外面贵 你说外面一包三块钱 他连这个都要充裁 我都卖你一块钱 反正我跟你讲 我就是什么钱都要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讲 这个USB被踢爆的时候 后来发现 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 核心的角色是谁 就是这个橘子 你知道什么是橘子吗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不管是200万 50万 150万 你说小 你说这个是蓝三级 但是总要有人收啊 这个人收的就是谁 就是橘子 那橘子他们现在 大家好奇说 从这个USB去爬梳 你会了解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说 朱雅伍现在跑不掉了 因为你过去交代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 代表说整个USB 爬梳下来之后发现 所以还有其他人汇款 还有人其他提供 而且宝典哥这个人是谁 沈庆金 代表沈庆金 是不是我们新年想到 1500万的金流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 柯文哲记在USB里面 有多仔细 就是第一个 他有实际 他大概说金额有 对对象有 谁金手的 谁拿钱的 就像陈寅柱那个东西 是谁跟陈寅柱拿的 是陈寅柱哪 他的旁边的谁 给的钱 这东西都交代的 清清楚楚 同样的 今天为什么会找到橘子 找到橘子也是因为 今天找到了USB之后 今天找到了 扣除了一些资料以后 一样 他那个习惯就是 橘子有没有去要钱 有要钱 有没有到橘子去有 有 等于说橘子才知道 有一个橘子的人 奉命行头 他才是里面的猪油仔 他是奉命去拿钱的 如果今天有橘子 那还有没有朱雅虎 还有没有沈庆兴 还有没有张三 李氏王儿麻子 那我有这么多人 我当然要慢慢查啦 本来跟柯文哲人格特指有 为什么 他完全不相信任何人 理论上来讲 三百万那个赛条级 他就不去计较 但他不是哦 他说我报告 我们讲 秋青章给我的 对不对 我把它记清楚 谁去收的 周芳如去收的 我把它记清楚 交给谁去处理 交给橘子去处理 所以我把它记清楚 所以各位 光是这三百万 你看他多残忍 他把所有相关人等 全部都清查出来 否则你不会很好奇吗 为什么检方现在查得到 而很显而易见的 除了这个210万 几个人头乌之外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问说 金虎华城案件里面 有一个1500万 是不是跑到了新故乡基金会 跑到中央基金会 那很有可能是有谁交付 就是有朱雅虎交付 所以当检方打开USB 这个大密保 发现第一 朱雅虎可能还有涉及到 其他的汇款 而且没有从事交代嘛 你就不要回家了 对嘛 所以你少来嘛 你继续把我讲清楚 我知道你不是全部 但你的部分 你绝对跑不掉 所以这个东西 也给了省进金一个启示 代表你省进金 只要没有把所有的金流 交代清楚 就算你只交代一部分 你也需要注意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你任何人 跟柯文哲交往 你任何人给了柯文哲 任何的钱 这个钱到底 有没有记录下来 这个钱是用什么样方式 记录下来的 只有柯文哲知道 只有橘子知道 因为他讲 他说橘子不但负责 柯文哲的秘密行程 他还负责他的现金 还负责他的私账 还负责他的USB的随身碟 所以宝贞哥 代表一件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 USB难道只有一个吗 怎么可能 柯文哲最爱USB了 所以我们现在找到 其中一个账策 一个USB 搞不成它的分类 而其他的包括现金 柯文哲说什么 霸牵包关好 而且这句话 如果真的属实的话 那是出自橘子之口 代表橘子可能 现在手上满手USB 想说我怎么办 我好想回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 我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你想想看 所有关键的金流 如果随着橘子回来的话 搞不好猪牙物 还得被压更久 因为还有味爆弹 通通都藏在这颗橘子身上 所以你昨天讲 昨天为什么突然找了周芳如 昨天为什么找了邱鑫章 原来都记在USB里面 对所以各位 他USB分好几个 就是说我当然有金流 我当然有人 所以我再回味到一件事情 小沈1500审庆 你各位还记得吗 这时候大家都百事不得其事说 想说干嘛要去写这两个名字 所以他后续包括这个周芳如 包括这个邱鑫章 以及我们现在讲到的 被约谈的大老板等人等等 都是来源于哪里 都是来源于USB嘛 所以这个案情等于是有所突破 而且有所发展 而且这还要归功于柯文哲 就是因为柯文哲这么口 这么大钱小钱都要的性格 所以才会通通把它记清楚 所以他们现在在了解的是什么 第一 你这个钱到底实际有没有捐 那各位 所有正能是不是现在都回去了 代表我们确认了金流是属实 金流是对的 再来第二件事情 那这些钱 有没有对价关系 如果确认没有 才会放回去 第三件事情 验证一件事情 这些钱柯文哲 通通都没有申报 全部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嘛 根本没有一毛上风下去了嘛 所以这个情况下 才会变成什么 不明金流嘛 对你有进 我知道你柯文哲 只进不出是填空机 但你有进 没有刊登 而且没有出 所以简单现在就要去查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部分在举止 会不会有剩下的部分 在谁那边 陈佩琪那边 会不会有剩下的部分 柯妈妈也知情 因为你不要搞错咯 从头到尾 柯妈妈跟橘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能够让橘子直达天庭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嘛 可是他为什么可以进到柯文哲的旁边 柯文哲为什么对他这么信任 甚至柯文哲为什么把他甩不掉 他的背后就是柯妈呀 他背后有个王母娘娘 所以各位 当我们现在看完 所谓柯文哲的金流 你要想想看 从包括USB 到整个政治信息 突然暴增 突然暴解 所有金流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浮现 你会发现 这一谈烂账 非常难想象 到底柯文哲 以及他的王母娘娘们 贪污了多少钱